Amy 就妳以前也主持過 林毅的外景節目 對 我之前主持那個 林毅節目鬼話連篇 然後出過很多外景 然後其中一個外景 我是永生難忘 因為那個外景 是在中部一個工廠 然後他們是在講同養息 那時候同養息在很早之前 好像是其實大家很流行 把女孩子買回家 把那個就貧窮人家的小孩子 就是女生買回家 然後養大了之後 去嫁給她的公子 就嫁給她的兒子這樣子 那那個同養息 我們那天去那個地方是因為 那個同養息從小在那邊 就是幫工廠做事 然後大家都覺得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的那個夫人 然後未來我們的那種社長夫人這樣子 但是後來 在那個少爺長大的時候 他變心了 他娶了另外一個人 然後那個同養息呢 在工廠裡面吃苦耐勞也就算了 不要讓人看不起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也說 你家就是窮嘛 因為一部分支持 一部分不支持 你家就是窮啊 你爸媽就把你賣來這邊嘛 你以後就是賣來這邊 就是嫁給人家用 就長得都很難聽 結果他原本唯一的希望是說 我這個老公長大了 那他把我娶走了之後 我可以穩了 我可以過很好的生活了 沒想到變心娶了一個另外一個女人 他當下也是就是那種紅衣紅褲 在工廠裡面就自己也是一樣 就這樣上吊自殺 然後我們那天去的時候啊 我們那天去的時候 一進那個工廠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那整個很陰很暗啊 因為他們出那個外景都是晚上嘛 那天還沒有帶老師 那天是我們兩個搭檔 就是女生去搭檔 那時候我還是模特兒 我還不知道有什麼禁忌 一走進去找喔 在那邊繞喔 找喔 就發現他一進去 第一個那個門會自動 啪 開關那也就算了 我們找到一個地方是 那個繩子啊 是真的有一條繩子 掉在那邊 真的假的啊 真的 真的 就是那個繩子是很爛很破舊的 因為他們有去問過 他說那個位子就是 他當時就是一個小隔間有沒有 他隔間裡面已經幾乎全毀 就是那個地方一個小區塊 那個繩子是那個很大 然後那種放很久那種 因為很多鬼屋就是 你看到裡面都是很髒很久 就沒有人管了 對 就完全沒有人管 然後到那個繩子之後呢 下面還有一雙很破很破的鞋子 但是你看得出來是紅色的 就是有那個蟲啊那些 就是真的很破的那種 然後尋到那邊 我就已經有點頭暈暈 因為之前小時候 爸媽有帶我常常去酸命 就說我之前有帶天命的 所以我對這種事情 有時候很敏感 然後後來我那時候就已經 頭暈了也就算了 我們去工廠的後面 這就厲害了 發現了一口古井 為什麼會有這麼古井呢 因為他說自從那個女生 走了之後 他就開始有人就會去投井 自殺 然後那個井上面 全部都是封起來的之後 插了兩隻令旗喔 是廟裡面的令旗插在上面你知道嗎 然後我一去的時候就整個 人家家夫婦都起來啊 然後製作單位都很沒有良心 你知道嗎 把那古井蓋子掀開來耶 要我們下去耶 我就真的開始往下踏了之後 就有一個女的整個這樣子 長頭髮的一個女神 長頭髮 然後衣服這樣穿著長長的這樣 往上看 然後要 他的手是這樣子喔 就是要想辦法抓你的腳喔 那古井你要腳一伸下去的時候 看到那時候是整個 爪不上來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 你不要叫我下去 你們都沒看到嗎 所以古井是有多伸啊 古井大概是三個人的高度 那你 這麼大便要綁著你吧 就是吊著你 他就是放一個梯子在那邊 就是要你下去啊 然後踩梯子 然後對 我就馬上衝上來 我真的不行了 拜託你不要讓我下去 因為沒有其他人看到 只有我看到 後來 我就整個人 昏掉了 整個完全不能控制自己 就一直開始發抖 就很像那個癲癇發作 然後整個完全都不行 然後又沒有老師 然後我一直不自覺地 一直掉眼淚 一直很難過 然後完全幾乎已經要 失去意識了 然後製作單位是 兩個男生把我架到一邊去 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是整個人 倒下去完全沒力的 我完全支撐不來 是整個不行不行 然後我就不記得了 等到我回神過來的時候 是一個老師透過電話 在唸那個 應該是講驅魔嗎 還是唸什麼 就在耳邊一直唸 一直唸 那要製作單位就是 想辦法在旁邊燒服之後 淋在我身上 我才突然間整個醒來的 可是我知道那個時候 我的感覺是 我很難過很委屈 然後我一直很想哭很想哭 然後我整個人就是很像 其實那不是你 對 那完全不是我 然後後來還好 還好他們真的 有打電話給老師 不然我那天真的不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情 唉唷